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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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可是没你的份儿 谁说没我的份儿 有我的份儿 哎呀 你都喝醉了 请说胡话 我没醉 没有 我只是觉得我的好日子不多 我那个家 也快不是我的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就没人理我 哎 瞧你说的 这栋楼 不就是您给我买的 这里就是您的家 你老婆不要你了 我要你 一切都完了 我现在恨不得能重新活一次 重新活一次 哎 你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麻烦事啊 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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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说说 哎呦 你吓我一跳 妈妈 妈妈 我想求您点事 不过你一定得答应我 那还得看你求我的到底是什么事 嗯 王爷呀 收购了佐藤洋行的木材厂 他把那儿改成了一个机械厂 郑远跟石伯伯呢 正好去帮王爷拉东西 嗯 我想跟他们去青岛玩玩 去青岛 嗯 那可不行 妈妈 你就让我去吧 郑远跟石伯伯他们都去 你放心吧 哎呀 你不知道 这海上的天气啊 说变就变 万一起大风浪怎么办 再说了 德国人啊 刚战败 青岛那儿乱得很 太危险了 哎 我告诉你啊 不许去 妈妈 你让我去吧 不行 哎 青青啊 你去哪儿 哎呀 出海不让去 青岛也去不了了 那我去王爷新开的工厂看看还不行啊 行 那妈妈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真的 嗯 那个地方啊 以前是唐青山的木材厂 妈妈也经常去 只不过后来让日本人给霸占了 现在好了 多亏王爷给收回来了 那我跟爸爸说 让他跟咱们一起去 算了吧 还是别跟他提这件事了 妈妈 爸爸为什么不喜欢王爷呀 王爷对他挺好的呀 有时候一提起王爷 他就怪怪的 我也不明白 你来了 嗯 怎么了 这天津卫又出了一个叫青山的买卖 青山船用机械厂 我看要不了两年 这天津卫的生意 都得叫这个名字 你说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王爷打败了包达青的日本洋行 是替青山替我们中国人出了口气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你才应该高兴 我看只要是跟唐青山沾边的事 你都高兴 我不想跟你吵 我就是弄不明白 这跟青山也好 跟王爷也好 你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过节 为什么一提起他们 你就那么反感 我是心烦 我担心以后的生意 这王爷的势力越来越大 他抢了建筑木材行业还不够 我看他的手 还得伸到其他行业 迟早我要成为他吞并的对象 不会的 王爷只是为了替青山报仇 再说你跟青山是最好的朋友 他怎么会把你当成对手呢 你这就属于富人之间了 生意场上无兄弟 我们俩迟早要掐起来的 天津卫的生意那么多 他怎么会跟你抢呢 再说 就算在生意场上碰到了 完全可以合作吗 你们以前不也合作过吗 你又来了 又来了 我为什么要跟他合作 为什么 你来 还好不逃跑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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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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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费清清和他妈妈来了 说要当面给您道喜 恭喜您收回了这个地方 他们在哪 我要当面感谢 我倒觉得 这是个摊牌的好机会 摊牌 对啊 告诉他费勇家的真面目 我听许军美说 我们被判死刑那天 费勇家和包达青 他们还喝酒庆祝呢 对 本来他们就是一伙 我看可以走这一步了 王爷叔叔 婷婷姐 好 清清 好 费夫人 您好王爷 您好 王爷 您好 孟小姐 您好 王爷叔叔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挺好玩的 怎么玩啊 你教教我 好啊 来 来 你看啊 先把他打起来 啪 一下子飞得很远 这次没打好啊 怎么搞的 没关系 再来 走 哇 好高啊 王爷叔叔 你教我玩好不好 嗯 清清 我来教你吧 咱们去那边 好啊 走 走 没有想到 这乡间小孩的玩意儿 王爷也会啊 哦 好 我在宫里面的时候 太监们教我的 宫里也玩这种游戏 也玩啊 小太监当中呢 也有乡间的孩子 我在宫里嫌他没事 我就和他们一起玩这个了 我们来啊 是要恭喜你的 把木材场又收回来了 我们替您高兴 替青山高兴 好 菲夫人 我谢谢你 谢我 啊 为什么要谢我 我一直想谢你 你为了救我 拿出了那么贵重的珠宝 送给了英国领事 啊 您是我和清清的救命恩人 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是应该的 这不足挂齿 您救我 就是在救青山 如果我死了 就无法替青山 做未了的事情了 我替青山 谢谢你 我不能接受他的感谢 他是含冤而死的 我无论做什么 都无法弥补 我内心的不安 废夫人 您不要这么内疚 害青山的人 一定会受到惩罚 老天是公正的 要照这么说呀 我倒是应该感谢您 是您在替青山做事 在为他报仇 您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我想做 可根本做不到的事 替唐青山报仇 才刚刚开始 陷害他的人 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你看 现在王维宗 包达青 他们都受到了惩罚 我相信 他们还会受到 应有的报应 其实 我 王爷叔叔 妈妈 这个小东西可好玩了 王爷叔叔 咱们一起玩吧 好 走 你看你 都这么大了 还这么顽皮呢 你看天都不早了 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不要走啊 现在就走啊 王爷叔叔 他们还有事呢 那好 王爷叔叔 还给你 好 告辞了 再见 孟小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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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叔叔 王爷 你跟他说了吗 一看就知道你没说 你为什么不说啊 你心软了吗 如果他知道了 他的生活将彻底改变 他设不了这种打击 尤其是清清 他是个无辜的孩子 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谎言中 谎言就是谎言 总有被揭穿的一天 况且 菲永家对施佩珍也并不忠诚 他已经没有幸福可言了呀 王爷 石老伯从青岛发来电报 说货已经装好了 送他好明天就回来 好啊 号外号外 日本人强占了青岛 号外 日本人强占了青岛 那送他号会不会有麻烦啊 王爷 臣气死我了 您看 巴黎和会上 西方列强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和利益 都转让给了日本人 现在日本人在青岛 那是横行霸道 他奶奶的 真是欺人太甚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最初二十一条 万征国权 万征国贼 万征国权 万征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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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 到了公司 马上和青岛联系 有情况随时告诉我 好 同胞们 天津卫的父老乡亲们 这些日子天下出了一件大事 几个国家打仗 德国打败了 咱们中国作为对德宣战国 当然属于战胜国 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有权收回 被德国人强行霸占的山东主权 可是没有想到 在法国巴黎的和会上 美英法等国操纵会议 竟然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 拽让给了日本 同胞们 我们是战胜国呀 可我们现在又面临着被重新瓜分的局面 德国强盗刚刚战败走了 另一个强盗日本又接踵而来 试问巴黎和会哪还有一点公理可言 同胞们 这就叫弱肉强食 弱国无外交啊 多少年来 杨贵子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霸道 他们逼迫我们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件 怎么那么多人啊 逼着我们割让领土出卖主权 逼着我们一步一步拆亡国奴 你看 那不是青青吗 还有正远 走 去看看 走 人口如此之多 为什么西洋鬼子东洋鬼子都来欺负我们 因为我们贫穷 我们落后 我们打不过他们 我们为什么打不过他们 大家来看看国内的局面 军阀割据 连年混战 只是民不聊生 哀鸿遍野 中国人正在自己的窝里斗啊 完全是一盘散伤 同胞们 猎强瓜分中国的势头是愈演愈烈 中国离王国已经不远了 古人说的好 皮脂不存 毛将烟腹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 个人的恩怨 局部的得失 又算得了什么 每一个不想当王国奴的中国人 都不要再搞窝里斗了 让我们开口眼界敞开胸怀 消解恩怨 一切要以民族的利益为重 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共同抵抗列强的器武 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列强当中 有以日本野心最盛 他强占我台湾 逼迫我签订 藏权辱国的21条 夺取了南满 吉林 内蒙等地的开矿 驻禄拳 现在 他又迫不及待地把魔爪伸下了山洞 日本强盗 一心要把中国变为他的殖民地 我们能由着他胡作非为吗 不能 对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把日本强盗赶出去 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我倡议 从今天开始 大家不买日货不用日货 在此 我还要代表我父亲费勇家宣布 费家商好绝不卖日货 所有日货全部焚烧 以示抗日决心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现在 大家跟我走 走 追求21条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追求21条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追求21条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追求21条 咱们中国人 如果像今天这股劲 团结起来对付东洋鬼子 那东洋鬼子 用不了多久就得完蛋 东洋鬼子实在太可恨了 咱们得一鼓作气 把他们赶回老家去 你不说 我为了过去的恩怨 一直想着抱重学恨 这算不算外套 大哥 你不能这么说呀 你是要再承办中国的败令 包达青也是日本人的走狗啊 王爷 您不会要打退堂鼓吧 王爷 王爷 可找着您了 是老板出事了 嗯 王爷 松桃号刚起啊 就来了伙日本人 咱们的船停在德国租界 他们都是德国的财产 日本人非要没收 然后我爹就跟他们讲理 就被他们抓起来了 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骂他 小日本不够做 大哥 那怎么办啊 家里的事交给定山 我们马上去青岛 也是 我自己去试图 我认为 你把这趟里面 你把他们赏了 行不行 你把他们赏了 我算是 你把他们赏了 你把他们赏了 我把他们赏了 我算是 我认为 你把他们赏了 我温暖的 你把他们赏了 你把他们赏了 我认为 我认为 你把他们赏了 误会 打打的误会 我不知道这艘船是英国的财产 也怪你的手下没有通知我们 你得可以收回了 你搞错了 这船是中国人的财产 我虽然有英国护照 但我是中国人 但是这次却是英国护照救了你的命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快点走吧 下次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 这是中国的抵抗 你日本人接受德国人特权 我们中国人根本没答应 我告诉你们 日本人不要太猖狂 你不要再说了 赶快带着你的人走 小日本真不够走 是不够走 不够走 算了算了 跟你说你也学不会 鲁丁山校学不会 你也来笑我 我非学会了不够 爹 您没事吧 你们快快点快走 石大叔 您受苦了 我们接您回去 王爷 这些日本人不讲理 抢了咱们的船 他们还打人 强盗 纯粹是一帮强盗 您放心 这笔账 我一定会和日本人算的 我们先回去吧 快快点 找人 快点 按以后 杀Save 快了 抢了咱们 让你逃走 去 快了 直撞 撞毁于船 撞死我的父母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居然你们给毁了 杀人凶手 滚出来 出来向无辜的死的案者谢罪 出来 杀 杀 杀 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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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吧 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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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强盗 我给你踢了 开送医院 快 走 让开 撤 撤 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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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 日本强盗 不够臊 王爷 我骂的地道吗 地道 地道 你骂的是正宗的天津话 太好了 我终于学会了 陆定山再也不会笑话我了 对 陆定山不会再笑话你了 林涵 林涵 快 快点 最近风声很紧 到处都在抵制日货 今天不营业了 你马上给我找几个人 把铺里所有的日本商品都给我搬到地下仓库 再弄点国货摆上 还有 把银行里所有的日本招贴画都给我摘下来 快去 是 等等 别把日货搬空了 挑贵重的搬 便宜的就随他去 明白 爹 听说大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他们专门抵制日货 而且设立了调查员到各个店铺去检查 发现买卖日货就立即没收 并且当众烧毁 严重的 还要把店主拉出去当众游街呢 爹 咱们是数一数二的日本洋行 这保不准要拿咱们当出头鸟啊 幸亏我有准备 要不然的损失可就大了 世道乱了 这风向变得也真快 以前不管走到哪 只要说是日本洋行姓包的 马上就成了香薄薄 现在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呀 爹 您得考虑考虑重新找个靠山 儿子 你还嫩了点 日本人的势力大着呢 别看这些学生现在吵吵闹闹乱哄的 很快就会过去 学生没权没势 没枪没炮凭一张嘴 他能成什么大气候 什么时候听说过秀才造反能成功的 人家现在可神气着呢 我听说前几天北京学生冲进了曹汝林曹大人的家里 家居器物砸了个稀烂 临走的时候还放了一把火 曹大人藏在了夫人的床底下才躲过这一劫 当时驻日公使张宗祥正在曹大人家里做客 被痛打了一顿 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那些当官的呀可怕学生了 我告诉你百屋一用是书生 别看他们现在乱打乱闯的没人管 政府肯定会收拾他们 现在的政府可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上 段祺瑞最倚重的就是日本人 不帮日本人出气才怪 爹 费家大小姐最近可神气活现的 他爸也不管他 别出点什么事了 儿子 天下女人多得是 你怎么还惦记她 成天疯疯癫癫 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我告诉你 我们包家可不要这样的儿媳妇 以后在我面前少提她 爹 不好了不好了包总裁 外面有会儿学生 说要检查咱们的店铺里有没有热货 爹的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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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学们 安静点 安静点 清清 稀客 少来这套 包大钦 听说你这有一间日货商品专卖店 专门卖那些东洋玩意儿 是不是 哪敢 现在大伙都在抵制日货 我包大钦也是一个中国人 我也有一颗中国人的良心 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充当卖国贼呢 你们看 我已经改卖国货了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谁不知道 你包大钦是给日本人卖洋货的洋买办 就是 我们是学生联合会的调查员 今天特地来检查你的铺子 凡是有日货的 要全部没收 对 全部没收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 欢迎 非常欢迎 我包大钦以前确实卖过日货 我刚刚整理了一批送给了穷人 现在刚好还有一点 你们可以一起销会 来人 给同学们上茶 大家 大家在我这喝点茶 我让他们打包好以后一起带走 好吧 不用你麻烦了 我们要亲自进去检查 我们要进去检查 走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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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清清怎么还没有回来呀 她说学校里有事要晚一点回家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裴真 我说你得好好管管咱这宝贝闺女了 整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想什么大驾闺秀 年轻人嘛 学习方刚幽国幽民的真是好事啊 我们那个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在学堂里面读书演讲 还探讨一些救国之路 那时候你可是最积极了 跟青山一样都想实业救国 好了好了 这都是哪辈子的事了 我告诉你 这空谈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挣钱才是真的 我看这中国啊 是没救了 你看你说什么呢 爸 妈 清清啊 你们都在啊 今天可痛快了 我们把包大青的日火铺子 砸了个稀巴烂 什么 清清 不是爸爸说你 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那包大青是好惹的 他有日本人给他做后台呢 就因为他投靠日本人 我们才是砸他的店呢 日本人野心勃勃的要灭我中国 我们打的就是日本人 你看看这些学生 现在可真是要不得了 天天心浮气躁不务正业 就将冲冲杀杀的 据说北京的那些学生 还殴打了政府要员 曹汝林 张宗祥 还有陆宗渝 那是何等威风的人物啊 那都是段祺瑞手下的大将啊 现在政府又捏在段祺瑞手上了 他们迟在要官府原职的 秋后算账的事少不了 这帮年轻人呢 做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要救国 要救国也轮不到你们头上 爸 您真是糊涂 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北京的学生打了卖国贼 那是天下人拍手称快的事 您不知道吧 那个曹汝林 他是上海人 就连他们曹氏家族 都不齿于认那个国贼逆子 联合声明将他逐出家族 还有啊 那个陆宗渝 他的家在浙江海宁 海宁人也宣称啊 不许他入境 而且还在这个县城的四个城门上 立了四块石碑 写着卖国贼陆宗渝的字呀 您看 这卖国贼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清清 你爸爸别的事管不了 我只关心我女儿的安全 你说就巴达青这件事情 办的就不妥 巴达青是什么人我很了解 他心胸狭窄 一定会怀恨在心的 总之 以后你不能再跟那些人瞎掺和了 你要当心点 爸 我怎么是瞎掺和呢 日本人 竟敢中国之势 咄咄逼人 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都不会置身事外的 在这个危难关头的时候 哪还有时间 他更安慰呀 你这孩子 你要气死我呀 嗯 其实啊 我觉得清清说的挺有道理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国难当头 看看这些年轻的学生 他们的爱国热情多高啊 倒是我们也应该有所表示 也要抵制日货 妈 你太好了 这不可是我的好妈妈 爸 你看见没有 我妈都支持我 咱们家一定得抵制日货 好好好 这也是大势所趋 不行也得行啊 以后啊 咱们家不进日货了 行吗 那可不够 你得把咱们家铺子里所有的日货 都拿出来烧了 都烧了 我说傻闺女啊 这是闹着玩的 爸 你知道咱们家那些货值多少钱吗 说得清净 爸 您是天津商界的头面人物 那么多人都看着您呢 再说了 我都在公众面前替您表了态了 你替我表什么态了 你看 这报纸上都登出来了 自己看看吧 你这个鬼丫头 妈 我带头有用行当众演讲 您同意吧 当然同意了 真不愧是妈的好闺女 妈要是年轻十几岁啊 宝广跟你一样 妈你真好 简直是越打越不像话 你不好好念书 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出风头 谁让你宣布咱们家要烧日货了 那烧火就是烧钱呢 我都烧了 你跟你妈还有我 咱们都喝西北风去 喝西北风就喝西北风 赞助我的烧日货 这不无闹吗你 你说这孩子成什么样子了 是啊 这日货要是都烧了 咱们家损失可就大了 对啊 不过费家的生意那么多 也不会像你说的那么惨吧 再说了 这钱你要挣多少才是个头啊 如今国难当头了 我们要再挣这些不仁义的钱 你的心能安吗 我倒是同意清清的主意 这日货咱们得烧 你 你怎么也跟着孩子瞎起哄 我 我怎么叫起哄呢 永家 想当年 你也是个爱国青年呢 如今全国上下都在抵制日货 难道你就无动于衷吗 你们 你们爱国就能爱在嘴巴上 不当家不值柴米贵 那些货 那些货都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 可我们都是中国人 活得要有志气 咱得活出个人样来 就算我们亲戚 我们娘俩吃糠咽菜的 这日货也得烧 爸 您哪 老是钱呀钱的 那国家要是亡了 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您不知道 日本人有多猖狂 师伯伯在青岛 为王爷运输设备的船 被日本人当作德国财产给没收了 还打了师伯伯一顿 还有那些日本人撞了中国的渔船 不但不赔偿 反而还开枪射杀那些抗议的人群 王爷他们在青岛 正好赶上了这场屠杀 林海大哥还受了伤 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您看这些事情 不都发生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吗 亲亲 你说的都是真的 郑远他亲口告诉我的 那王爷他们有没有受伤呢 够了 你们娘俩全是吃里扒外 操心国家 操心别人 就是不操心这个家 王爷 他醒了没有 他还没醒呢 这么多天还没醒过来 王爷你要有心理准备 医生说他有可能醒不过来了 什么混账医生 胡说八道 王爷 好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快洋气 链出来了 �봉 靖海 你要醒过来了 你说革命党人 现在全中国人都在和日本人对着干呢 怎么能少了 palace 你要醒过来 你是革命党人 现在全中国人 都在和日本人对着干 怎么能少了你灵海呀 灵海这么年轻 你为什么这么傻 要用你的生命来救我呀 天天 卢大哥 怎么样 醒了没有 还没醒呢 臭小子 当时你逃避我的时候 连你是孙中山的人 你都瞒着我 现在 你又想这样就甩下我 独自闯鬼门关 你太不搞意思了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不能叫王八蛋日本人 随便就把命夺去呀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啊 灵海 你醒醒啊 灵海 你醒醒啊 我答应你 我自己的仇可以先不报 我先陪着你 给日本人算总账 好不好啊 灵海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灵海 灵海 醒醒啊 灵海 你醒醒啊 灵海 你醒醒啊 灵海 灵海 岳 MukO 快快快 没想到局势会发展到这一步 我看中国人像是发疯了 佐藤先生 我想了想 洋行的生意做不下去了 您不妨先回日本 去避避风头 事已至此 也只能这样了 洋行 关门 那我呢 我能想象得到 你的日子 很不好过 不过 为了生存 也必须做些姿态 比方 少点日货 喊一点反对日本的口号 我们都能表示理解 不过生意 还是要做下去 青岛最近有批军火 很有转头 联系妥当了 我会通知你的 不过要搞条船 保证安全地运到天津 船不成问题 好 这次 我想把绝美带回到日本去 她已经长大了 我的夫人说了 她表示理解 她说 她会喜欢这个孩子的 哦 那这是再好不过了 绝美 包先生 这些年多亏你照顾绝美啊 哪里哪里 我所以有今天不都是您给我的吗 佐藤先生 不管这局势怎么变 我包达钦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您 我不会亏待你 您放心 佐藤先生 我会永远效忠您的 哦 哦 啊 啊 哎 姐妹 来来来 啊 包叔 有什么事吗 哈哈 哈哈 见过佐藤先生